哈囉大家好 終於到了最後的透模篇 那這一篇主要是講 聖火影 透模篇的劇情 以及解析 所以如果還沒有看過暗夜篇與白夜篇 講解的各位也麻煩移動一下腳步 稍微將前兩篇看一看喔 那相關的連結 會顯示在影片說明的下方 這篇Download Code的透模篇 比起前兩篇來說 應該說是很八點檔 抑或是超級王道少年漫畫 總之我真的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來形容 所以等劇情講解完畢之後 我會再花個幾分鐘來吐槽吧 這次一樣以男主角身份進行故事 卡姆伊為名字 好的 那麼就讓我們揭曉 最後聖火已浮的謎底 透模篇的本篇劇情吧 聖火大陸上白夜、暗夜王國 是兩個互相對立的國家 在白夜出生但卻在暗夜長大成人的卡姆伊 是一個矛盾的存在 她因為一場意外 而到了白夜王國 發現了自己的真實身份 面臨了終極的選擇難題 因為呢 戰爭正式爆發了 白夜的女王呢 迷濟因陰謀而犧牲了 而戰場上面對親生兄弟姐妹 以及毅里的兄弟姐妹 兩邊同時展開了對卡姆伊的心善喊話 希望呢 卡姆伊站在自己的身邊 然而呢 無法割捨 骨肉的親情 也無法捨棄一起成長的忌憑 卡姆伊呢 緊咬著牙齒 緊握著雙拳 說出了決定性的第三條路 我兩邊都不幫 然而呢 戰場不會因為一個人而改變 而卡姆伊則是為了阻止這場戰鬥 成為了第三的勢力 同時呢 擊退了雙方的將領 結束了這場會戰 而不管是暗夜的大王子馬克思 亦或是白夜的大王子龍馬 都認為呢 卡姆伊的做法是一種赤裸裸的背叛 無法諒解 而唯一能諒解主角的只有與主角有相同遭遇呢 是在暗夜出生卻在白夜長大成人的 阿庫亞 面對呢 雙方的追殺 阿庫亞果斷拉著卡姆伊 前往了無限溪谷 並果斷跳下懸崖 沒想到呢 兩人這一跳 就穿越到了李世界 這是一個叫做透魔王國的隱藏世界 而阿庫亞也開始解釋了關於透魔以及這個聖火大陸的真相 很久以前呢 透魔、暗夜、白夜王國是三個和平的國家 但是呢一直賜予人類恩賜的龍神對於一成不變感到厭煩 於是呢 他殺了透魔王並附身在暗夜王挑起了戰爭 想要毀滅掉這個令他覺得無趣的事件 而阻止的方法呢 只有收集白夜與暗夜眾人的力量一起對抗目前在透魔王國王座上的透魔龍神本尊才有機會逆轉這個結局 然而呢因為透魔龍的詛咒在現世也就是暗夜與白夜王國中不能說出透魔王國的事情 否則呢就會受到詛咒變成泡沫而消失 事實上阿庫亞就是透魔王國的王女 她的母親呢因為想要說出真相帶著剛出生的阿庫亞駕到了暗夜王國 她說出了真相但也因為這樣子呢而變成泡沫而死 所以呢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不說出真相的狀況下收集眾人的力量去對抗透魔龍 回到呢現世的卡姆伊一方面努力的阻止兩國的戰爭一方面呢又想盡辦法說服自己的兄弟姐妹們幫自己對抗透魔 但呢又不能說出真相所以只能靠著自己的行動證明自己不會做出危害兩國的事情 並呢努力的收集幫手 我們不應該在戰鬥啦這一切被我的巨大的陰謀在操作 喔你講那你可以跟我說那個陰謀是什麼嗎 我不能說但是你們請相信我並跟隨我前進吧 啊於是呢就這樣阻止戰爭並收集了許許多多的幫手的卡姆伊 想要呢也說服身為兩國總大將的馬克思與龍馬 一心的呢來到了中央地帶的謬斯公國 卻發現呢此地已變成廢墟一片 那雙方都認為是對方幹的 於是呢劍拔弩張的又要開始戰爭 但是呢卡姆伊與阿貴亞知道這實際上是透魔國的魔兵做的 於是呢再度在戰場上扮演第三勢力對抗了白夜、暗夜與透魔 最終打敗了所有勢力並與兩位哥哥約定 這一切都是陰謀我會說出所有的真相 請馬克思哥哥跟龍馬哥哥哥在光與暗交地的那一天 到當初我跳下懸崖的無限溪谷來找我 約束之日在日落之前馬克思與龍馬終於選擇了相信 前往了無限溪谷 並因為等待卡姆伊解釋而暫時的休戰 而卡姆伊呢因為詛咒的關係 所以無法說出透魔王國的真相 於是呢他對著所有的兄弟姐妹說著 如果你們相信我的話 就從這個懸崖跳下去 這樣你們就能知道關於這個世界的真相 於是呢在龍馬與馬克思這兩人的代理下 白夜與暗夜的所有人就紛紛有名如落水橋一樣的 跳下懸崖 而剛到呢透魔王國便遭到襲擊 昌皇應戰下有人因此而犧牲 得知了所有真相的兩位哥哥 決定幫助卡姆伊一起打敗透魔龍 恢復這個世界的秩序 一路下呢面對的卻是被透魔龍操縱著屍體的阿庫亞的母親 甚至呢還有白夜的女王尼濟以及呢一樣被操縱屍體的白夜王 他們呢帶領了屍兵的大軍前來 眾人呢則是忍著悲痛之心打敗了他們 而他們呢在最後都有如泡沫般的消失了 消失前恢復神智的他們說出了真相 卡姆伊呢其實是透魔王國的王子 尼濟呢與阿庫亞的母親則是姐妹 當初呢一人逃亡帶著剛出生的阿庫亞駕到了暗夜 另一個人則是呢帶著剛出生的卡姆伊駕到了白夜 所以呢其實卡姆伊與阿庫亞是親兄妹 他們是呢透魔王子與王女 最終呢在透魔王國的王城內 終於見到了透魔龍神 起初呢大家被倒了東倒西歪 但是因為大家對於卡姆伊的信任 導致呢所有人的神器與卡姆伊的神刀夜刀神共鳴而覺醒 並擊倒了透魔龍 但是呢此時不應該出現在這裡的暗夜王卡農 卻突然出現在此 並被呢透魔龍吞噬 透魔龍呢覺醒了他的最終形態 超級巨大的身軀以及呢帶來領底絕望的壓迫感 讓所有人瞬間都失去了戰力 我不會放棄不管透魔龍有多麼強大 相信同伴的意志會化作勇氣 相信自己的意志則會化作力量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讓這條道路通往光明的未來 在卡姆伊的精神喊怕下眾人終於回神 在阿庫亞的歌聲中開啟了決定世界未來命運的最終龍神之戰 最終在眾志成城之下打敗了被認為不可戰勝的龍神 卡姆伊呢也成為了新任的透魔王國國王 而龍馬與馬克斯則相繼成為白夜與暗夜的王 三國呢締結了和平的誓言 而這次阿庫亞再也不會消失 而白夜的兄弟姊妹 暗夜的兄弟姊妹也沒有任何人犧牲 大家呢和平共處 創造出聖火最和平的未來 劇中 好的 劇情終於講解完了 大家可以了解我想吐槽的心情嗎 我已經盡量很震驚的講解劇情了 但是我實在是這個 覺得這個劇情實在太點點點了 比如說一開始的理世界的設定 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人知道真相 一個是我一個是阿庫亞 還有一個我不能說 然後呢就是 不能說出透模王國真相的主角喔 就這樣一路靠相信我之術 過關斬將 收服各種後宮 這也太硬能搶吐槽了吧 也不能說 但是秦女一定要相信我 然後我最不能忍受的是 我的老婆變成親妹妹了啊 哇擦 這樣真的可以嗎 阿庫亞怎麼就真的變成石妹了 所以呢 我的妹妹果然有這麼可愛啊 這是怎樣 搞到最後呢 卡姆伊跟暗夜白夜都沒有血人關係喔 只有跟阿庫亞有血人關係 好的 那進入最後的總評時間 總體來說呢 要了解聖火儀福的真相 你必須要玩玩 白夜暗夜痛魔三篇 這樣你才能通盤了解各種設定 但是呢 通魔篇的劇情實在是 充滿著各種想吐槽的點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考慮 考慮是否要入選 但是呢 如果大家想要收集到所有的角色 就必須要玩通魔篇 通魔篇的地圖部分呢 與白夜暗夜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會在通魔王國打架 所以很多場景跟白夜暗夜是不同的 所以以設定與資料來說呢 出獨立一篇 也不能說完全騙錢啦 可是呢 畢竟還是要玩玩三篇 才能全盤了解大家的劇情 所以呢 還是希望聖火小組以後別這麼做 把一盤菜炒三次 雖然調味料都有換過 但是不免的還是讓人覺得騙錢 通魔篇呢 可以說是理想中的結局的集合 某個人來說 與其說這是解謎篇 我覺得比較像是範外篇裡 因為很多地方實在是太過理想化了 主角的魅力太高了 感覺上快可以成立宗教了 到這裡 聖火乙福的所有故事我都講完了 那 音樂畫面我都覺得很好 兵種相克 好感覆系統 還有結婚的系統 我也很喜歡 不過呢 那個摸摸系統 在外面玩的時候 多少會讓人家有點害羞 尤其是呢 有時候還要對螢幕吹氣之類的 感謝大家聽我胡言黃語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